好我剛剛講 環境的濕氣跟身體的濕氣都有影響 那腎臟科醫生會看過很多人 腎臟不好都會水腫 那房子裡頭有些時候 比方說為什麼要通風 以前那個風水老師都說要通氣 事實上是有意義的 因為房子裡頭濕氣太高的時候 確實容易滋生黴菌或者細菌 那也會影響到我們人體的健康 大家引起過敏 最常討論其實就是塵蠻 對 不過在研究裡面 其實塵蠻的致敏性 跟美菌的包子是不能比的 美菌包子搶很多很多倍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常常有人這樣講 就有人去那個老房子 去拿個東西 或者有人去鬼屋去探險 就回家之後就一直生病 你知道嗎 中邪 對 還衝到 大家都以為中邪 刷到 就這個講法 那一直搞不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那些人 你說他生病太病了 病到請假 就是身體不舒服 對 可是你也沒找出 在哪裡不對勁 那一直到美國CDC 美國的疾管局 一個高中的案子 我們才發現這個事情跟美菌有關 他是一個放完暑假之後開課 然後有四五個高中生 被老師要求去體育用品 是去拿體育用品 那整個暑假當然就是關著 對 那進去拿那個體育用品 拿出來 結果那四五個學生隔天全部請假 那當然就擔心說 他是什麼傳染病 這如果在臺灣社會新聞會寫成集體重寫 滾越的時候還會附加鬼故事 結果他們CDC去查 他很認真地去查 結果他發現說他那個體育用品是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家打破窗子 你知道嗎 可能就是有人丟石頭幹嘛 那等於就雨水就撥進來 所以他濕氣就進來 就他在裡面長了一堆的黑莓 那在空氣中偵測到很高量的黑莓包子 那後來在這個致敏性的檢測裡面 也發現這些高中生是因為黑莓包子 所致的免疫過負載的現象 那在臺灣這個問題會更嚴重 為什麼 因為臺灣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說黴菌在濕度 在50%以上 溫度在11度以上都可以漲 那臺灣一年適合漲了 大概超過90%的時間 通通都可以漲 第二個問題是臺灣的房子 品質是有出名的爛 所以大家買老大廚 就是買那個會漏的房子 所以大家的房子 這個漏那個漏 或者是管線的問題 反正對 就跟很多人的臂癌 對 就是說有些時候可能下雨 雨停了 可是那個臂癌還在發酵 因為他可能在牆壁跟管線當中 他本質是在漏水 不是因為下雨天造成的濕氣 那這個問題其實就很嚴重 有看過更離譜的 有人致壁癌怎麼治你知道嗎 致壁癌這裡來講 你是要把防水做好 或者把漏水管線去除掉 沒有 很多常常的人 就是外面釘一層木板 把它隔起來 他就要放在裡面 他在裡頭潮溼 沒有粉飾太平 粉飾太平 就貼一個那個壁紙 那個壁癌都看不到 對 可是這個對裡面住的人 傷害其實很大 你要知道你那個東西 你的木板並不是一個氣密的設備 所以這個黴菌的包子又很小 所以他勢必還是會飛出來 傷害住在這個房間裡面的人 所以奉勸大家家裡如果真的有臂癌 不管你是烘病造成的 你是水管漏水造成的 你要第一個要根本解決他 第二個室內表面 你要用漂白水處理 因為漂白水對黴菌是很大的毒性的東西 所以你用漂白水擦拭之後 他比較不容易那麼快再漲 那確實濕度會影響到有一些人的皮膚疾病反反覆覆 那這個跟過敏的狀態反反覆覆很難根治也一樣 然後很多老人家也是濕度高或者溫度低的時候 關節炎 某些疼痛也是反反覆覆就來了 沒錯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自己說他是永康街氣象臺 要住永康街 然後他小孩子每天晚上問他 麻煩明天會不會下雨 他就會跟他講 他媽如果痛就下雨 為什麼 因為他有兩側的退化性關節炎 那本來是醫生建議他開刀 他早期就很排斥開刀 他就拼命致止痛藥 那其實就到我們聖誕科門來看 因為其實聖誕就傷到了 那後來建議他改吃那些比較保養性的東西 可以維持住不痛 不發燒 不用開刀 可是問題是說還是變成一個氣象臺 他就說真的 他家人前一天就給他明天要不要戴傘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天氣跟人的身體 基本上一直在互動 我們也奉勸大家說 如果真的痛到那個程度 要靠止痛藥為生的話 你不如去把它開掉算了 因為我常常碰到病人 他那個關節不敢去開刀 結果一直吃止痛藥 吃到腎臟壞掉 洗腎了 那個關節還在痛 還要開刀 那已經尿毒症 再去開刀 就更辛苦 更風險更高 你知道嗎 那你還不如早就把它開掉 至少可以救了自己的腎臟 那如果真的不願意開刀 他至少像我的病人一樣 他可以用一點關節保養的東西 其實在研究文獻裡面 不管葡萄腸 軟骨素 耳其膠原蛋白 很多連薑黃都對他有幫忙 那我常常數個保健食品一起用 那很多病人也可以得到一個緩解 那至少不用去開刀 對 雖然會變成氣象臺 然後或者降低你對止痛藥 消炎藥的依賴 我們上課兩個忘記了 一個是過年前 那一個是這個時候 你注意看看所有的住院率 那個時候就高起來 因為我們的病人 特別容易在這個階段感染 而且最常見的感染 是像肺炎這樣的一個嚴重的疾病 所以連影響到連住院率都高起來 而且我觀察過20年從來沒有例外 他就是這個時間沒有季節高起來 他過年要再高一次 所以像我們科別的病人 抵抗力不好的病人 像我們就重大傷病 我們的液體免疫 就分泌抗體有問題 我們的細胞免疫也有問題 像免疫不全的人 在這個當口的季節裡面 溫度變動等等的 對他的壓力其實很大 那其實我很多腎臟科 慢性腎功能不全的病人 也是在這個時候碰到一個大的感染 那因為感染血要掉 腎臟壞掉 或者是感染用的抗生素 腎臟壞掉 所以這個時候也是在產生尿毒症的 發行率很高的尖峰階段 對他的 Rad